近日,重庆网红景点李自巴轻轨串楼被游客玩出了新花样,他们不仅要吃轻轨,而且还要将轻轨打包带走。 重庆轨道交通二号线李自巴轻轨站是一座与商柱楼共建共存的跨座式单轨高架站,于2004年3月建成。 该站位于嘉陵江畔的一栋商柱楼的八楼,因轻轨串楼而过成为网红车站。 李自巴轻轨串楼走红网络后,他已成为外地游客来重庆旅游的必有景点之一。 不仅周末和节假日,即使平时上班时间,也有不少游客拿起相机、手机定格下轻轨串楼的震撼画面。 当一列列轻轨从前方驶来,即将抵达李自巴站上演串楼的场景时,游客们选好拍照角度,张开嘴巴,拍照的人借鉴影视拍摄中的借围拍摄手法, 利用特殊的角度拍出吃轻轨的效果。 我是韩州那边过来的,在晚上看到重庆这边这个吃轻轨特别火,今天特意从韩州赶到这边来,来看这个吃轻轨。 今天还拍了一个吃轻轨的视频,挺好玩的。 轻轨吃不完怎么办?游客还想到了一个拍照方法,就是将轻轨打包带走。 游客们选好拍照角度,拿出随身携带的包包举在空中,拍照的人同样是借鉴影视拍摄中的借围拍摄手法, 利用特殊的角度拍出将轻轨打包的效果。 我在网上看到比较火,所以从杭州赶过来,刚好周末嘛。 拍视频的话,一个要等时间吧,要刚好卡住那个点儿。 游客们将吃轻轨和打包轻轨的视频上传到网络后,吸引了大量网友们的观看, 使得其他游客来重庆参观李自把轻轨串楼网红景点时,也争相模仿。 如今,在李自把轻轨站观景平台,每天都有数万名游客前来观看轻轨串楼的震撼场景。 同时,还拍摄出吃轻轨和打包轻轨的照片和视频。